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AR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今天 我们首先关注欧洲的数位服务法 如何在选举期间应对虚假信息的挑战 这项法律要求大型科技公司采取措施 防止选举相关的虚假信息传播 违者将面临高额罚款 尽管如此 目前尚无任何公司因违反该法而受到处罚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Elon Musk的社交平台X 这个前身为Twitter的平台最近更新了政策 明确允许自愿制作和分发的成人裸露或性行为内容 这一举措被认为是X试图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找到新的业务机会 最后 我们谈谈中国在RiskV开源芯片架构上发现的重大安全漏洞 这一漏洞可能导致敏感信息被盗 对中国试图绕过美国芯片禁令的努力构成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华盛顿邮报》在欧洲大选前夕 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法律 正迫使科技公司采取积极措施 限制虚假信息的传播 这与美国缺乏社交媒体法律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整个欧盟 微软部署了多语言技能团队 Meta推出了实时监控选举相关内容的仪表盘 TikTok的选专员团队 在都柏林的任务控制中心协调工作 这一系列活动是对今年8月生效的欧盟数字服务法的回应 该法要求大型科技公司实施保护措施 以防止对公民话语和选举过程产生负面影响 否则将面临全球收入6%的高额罚款 然而 这些公司在实施选举保护计划方面有很大的自由度 这引发了有关哪些措施符合新法律的问题 以及这些措施是否足以保护近四优盟公民的投票过程 欧盟监管机构面临的挑战在于 尽管他们已经超越其他西方政府 实施了广泛的社交媒体控制 但执法时间不足一年 几乎没有时间在选举前对不合规的公司采取制裁行动 环球邮报 欧盟选民将从周四开始选举议会立法者 这是一次重大民主活动 但可能会被网上虚假信息所掩盖 专家警告称 人工智能可能会加速虚假新闻的传播 扰乱欧盟和其他国家的选举 尤其是在俄罗斯战争拖累乌克兰的背景下 大约3.6亿人将在27个国家中选举720名欧洲议会议员 选举从周四持续到周日 专家们观察到 虚假新闻和反欧盟虚假信息的数量和质量 在选举前几个月激增 俄罗斯被广泛认为是主要责任方 有时也会指责中国 尽管很难找到直接证据 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约瑟普·伯雷尔警告称 俄罗斯的信息操纵利用了社交媒体的普及 和廉价的人工智能操作 推动了针对批评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 普京的欧洲政治领导人的抹黑活动 虚假信息的目标是通过阻止选民前往投票站来破坏民主 专家表示 这些活动通常是为了迎合阴谋论思维 并侵蚀社会信任 华盛顿邮报 在埃隆·马斯克接管之前 推特就因其对色情内容的默许 而在主要社交网络中脱颖而出 本周 这个现在被称为X的社交媒体平台 更新了其政策 明确允许自愿制作和发布的成人裸露或性行为 只要在分享时正确标记 这些新的成人内容标签将作为内容警告出现 用户需要点击才能查看该帖子 未满18岁或未提供出生日期的用户将无法查看 此举不仅是政策的转变 更是表明X将成人内容视为商业集会 X可能会尝试直接通过成人内容获利 成人娱乐网站的月流量超过亚马逊 Netflix或TikTok 这些观众愿意支付费用 例如 OnlyFans上的创作者在2022年赚取了55亿美元 然而 进入成人内容业务也伴随着风险 尤其是非法内容的监管问题 自马斯克接管以来 一些性工作者的观众数量停滞不前 他们的账户在搜索结果中不再出现 这被认为是影子禁令 尽管如此 X的新政策可能会吸引那些 在其他平台上被边缘化的创作者 南华早报报道 一支中国研究团队发现了处理器设计中的 一个重大安全漏洞 这可能会对中国蓬勃发展的国内芯片产业产生广泛影响 中国依赖世界上最大的开源 CPU架构 Risk-free来构建自己的CPU 已绕过美国的芯片禁令 并密切关注任何弱点 该漏洞允许攻击者 在不具备管理权限的情况下 绕过现代处理器和操作系统的安全保护 导致敏感信息的潜在盗窃 和个人隐私的泄漏 该漏洞由西北工业大学的胡伟教授团队确认 并在2023年5月24日发布了详细信息 Risk-free处理器因其开放性 简洁性 模块化和可扩展性 而备受关注 被视为加速中国半导体独立之路的机会 然而 美国立法者正在考虑对中国获取Risk-free技术进行制裁 因为担心技术转移过快 到2022年底 中国已有约50种不同型号的国产Risk-free芯片投入量产 主要用于嵌入式应用 中国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 Unsert强调 这一安全风险需要所有制造商和利益相关者的警惕 南华早报报道 去年圣诞节前夕 Newsbreak 这款在美国最受欢迎的新闻应用程序 发布了一篇关于新泽西州布里奇顿小镇枪击事件的惊人报道 然而 警方在社交媒体上澄清 这篇文章完全是虚构的 由AI技术生成 Newsbreak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 并在北京和上海设有办事处 该公司表示已删除了这篇文章 并称错误信息来自内容来源 Newsbreak的AI工具自2021年以来 至少影响了40个社区 发布了错误的故事 并从竞争对手那里提取内容 两家社区援助计划 因Newsbreak的错误报道而受到影响 导致实物分发时间错误 和虚假的无家可归者诊索信息 Newsbreak在回应中称 已删除所有错误文章 并在主页上添加了免责声明 警告其内容可能并非总是无误 该公司主要通过展示广告 来生成收入 其用户主要是45岁以上 没有大学学位的女性 Newsbreak由中国新闻聚合应用 优点的子公司在2015年创立 CEO正节在中美两地之间分配时间 独立报报道 Atera是一家专注于 AI驱动的IT管理平台的公司 旨在解决传统IT工作流程中的 高成本 人员短缺 倦怠和重复任务等问题 通过引入AI技术 Atera的Copilot和AutoPilot工具 帮助技术人员提高生产力 优化性能 并利用实时设备诊断和AI推荐的操作 来解决问题 AI赋能的IT帮助台改变了组织处理 技术支持的方式 减少了人工分类 并加快了工单解决速度 Atera的平台通过消除一级支持 允许用户独立解决问题 从而释放IT人员的时间 让他们专注于战略性任务 如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改进 AI驱动的自动化 不仅提高了运营效率 还提升了IT专业人员的工作满意度 创造了更高效 更愉快的工作环境 通过利用AI和自动化技术 Atera的平台彻底改变了 IT帮助台的格局 使组织能够实现新的效率和效益水平 独立报报道 SBS Global是一家商业记者客户 全球企业正面临着多重危机 地缘政治冲突 经济放缓 供应链中断 劳动力短缺 气候变化等外部压力 增加了不确定性 然而 许多公司认识到 这场危机也提供了创新的关键机会 可以使他们的业务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并未持久的成功奠定基础 最近的CEO调查显示 增长是未来12个月内的首要任务 尽管外部不确定性存在 69%的CEO对公司前景仍持乐观态度 公司正在大力投资于技术 特别是人工智能 AI 以优化运营并设计技术驱动的商业模式 关键在于定义项技术驱动商业模式转型的策略 这些策略将具有韧性并实现可持续的业务增长 5个关键实能因素包括业务效率 客户体验 员工体验 灵活性和可扩展性 以及环境 社会和治理 ESG标准 总而言之 全面的方法涵盖了人 流程和技术 是最大化收益的关键 独立报报道 Simon是一家商业记者客户 随着新兴技术 推动数据中心网络速度的提高 服务器连接速度比往任何时候都快 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 边缘计算等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 要求数据中心服务器系统 提供更高的速度 以支持这些应用 当前的10和25GS服务器速度 足以支持移动应用 和高分辨率视频内容 但生成式AI和边缘推理 已经需要100GS 甚至更高的速度 短距离高速度电缆组件 可以帮助最大化 下一代服务器系统的预算 高速度点对点电缆组件 通常部署在大型和小型的 边缘数据中心 以及使用机架顶部 TOR或行尾EOR 设计的本地数据中心 不同的电缆选项 可以支持从10GS到800GS的 传输速度 这意味着数据中心设施 在需要升级网络设备时 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 选择合适的电缆组件 对于支持下一代服务器系统 的部署策略至关重要 独立报报道 Astor Studios是一家商业记者客户 数字健康服务的设计 需要停止破坏性创新 开始关怀 医疗不仅仅是统计数据 科学和可量化的结果 它是一种情感上深刻的 个人体验 无论是寻求生育治疗 成为父母 还是管理慢性病 以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 亦或是延长与亲人的时间 情感反应应成为 设计过程的基础 我们都获奖伴侣应用程序 比如为 Alterhead儿童医院设计的 应用程序 通过聊天机器人 和增强现实AR 使年轻患者 对医疗和医院环境 更加熟悉和舒适 我们还与 Vibrant Emotional Health合作 创建了一个虚拟体验 Safe Space 提供应对工具和分散注意力的技术 帮助那些排队 等待国家自杀预防热线的人 设计数字健康体验时 需考虑到人们的情感健康 在Uselius Health合作创建 Pine App时 我们听取了用户的情感旅程 确保这个数字伴侣 服务在提供信息和 个性化治疗计划的同时 也支持用户的情感需求 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帮助人们 在医疗过程中 感到被理解和支持 Telegraph 几个月前 我回顾了自己作为 30岁债券基金经理时的 一笔职业决定性交易 当时 我逆势 购买了长期国债 尽管市场对1997年 工党政府的税收和支出政策 充满悲观情绪 结果当布莱尔 布朗政府宣布 英格兰银行独立时 国债价格飙升 今天 我是否会做出同样的赌注呢 英国股市看起来 比国债更有吸引力 尽管它多年来表现低迷 缺乏投资者和发行者的青睐 去年 仅有56家公司申请在 伦敦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远低于前5年平均的两倍 虽然没有IPO复苏的迹象 但英国股市最近几周有所反弹 尽管选举和通胀担忧 导致部分回落 但FTSC100指数 仍保持在8000点以上 我决定逐步将一半的 EASA配额 投资于英国股票 尽管当前市场环境 与1997年不同 但我看到英国市场的一些潜在积极因素 Toronto Star 全球科技领域最火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之一 Cloud 已经在加拿大亮相 试图传播起安全优先的理念 由旧金山初创公司 Anthropic推出的Cloud 可以回答问题 总结材料 撰写文本 甚至编写代码 Anthropic的联合创始人间政策主管 Jack Clark表示 加拿大人对这项技术 表现出了巨大兴趣 因此 公司决定在加拿大推出Cloud Anthropic的创始人 曾在OpenAI工作 但在ChatGPT推出前分道扬镳 并迅速开发了Cloud 致力于将安全作为核心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Anthropic不默认使用用户提示 或数据进行模型训练 而是依赖于公开可用的信息 和第三方许可的数据 Cloud的加拿大推出 正值全球竞相拥抱AI的热潮 其他公司也在关注Anthropic的安全措施 并开始开发类似的东西 Clark预测 AI的安全性将像汽车的安全带一样 成为行业的标准 Yahoo US 美国股市周三上涨 因就业市场降温和经济放缓的迹象 带来了降息的希望 标普500指数上涨0.4% 科技股集中的奈斯达克综合指数 上涨0.7%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约0.2% 数据显示 4月份的职位空缺降至三年低点 这可能促使美联储开始降低借贷成本 但也表明经济可能面临衰退风险 ADP私人就业报告显示 5月私营部门增长低于预期 进一步证明了劳动力市场的降温 市场对美联储转向降息的预期正在增加 约65%的交易员预计美联储将在9月会议上降息 各股方面 惠普企业因AI服务器销售激增 而股价大涨15% 创下2016年以来的最大涨幅 服务业活动在5月恢复增长 依赠服务业PMI从4月的49.4上升至53.8 高于预期的51 这些迹象表明 尽管就业指数仍在收缩 但整体商业活动有所增加 南华早报报道 2008年 23岁的山姆奥特曼在苹果年度开发者大会上登台 激动地谈论着利用苹果的新App Store 推广它的定位软件Looped 16年后 苹果再次寻求它的帮助 但这次是为了整合OpenAI的ChatGPT到iPhone操作系统中 尽管奥特曼可能不会在大会上露面 但这次合作将成为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的焦点 标志着硅谷权利的转移 通过这项协议 OpenAI将接触到数亿苹果用户 而苹果则获得了热门的AI技术 尽管苹果在AI领域曾领先 但近年来已被竞争对手赶超 此次合作被视为苹果在AI时代的重要一步 尽管公司内部对AI聊天机器人的态度存在分歧 但消费者对这种服务的期望 促使苹果与OpenAI达成协议 苹果预计将其新的AI功能作为可选服务提供 尽管这可能会引发关于安全和隐私的担忧 电讯报采访了英国冯任峰的帕特里克·格兰特 他呼吁人们停止购买廉价劣质商品 格兰特指出 全球70%的衣物由合成材料制成 而AI技术的兴起将导致更多工作岗位流失 他的新书哨深入探讨了快速时尚 对环境和英国工业的影响 呼吁消费者了解自己购买的商品及其来源 格兰特强调 廉价商品往往需要频繁更换 最终成本更高 他倡导购买高质量耐用的产品 并支持本地制造业 他还提到 合成材料的衣物对环境造成巨大危害 许多被丢弃的衣物最终堆积在垃圾田卖场 格兰特呼吁人们珍惜和保养自己的物品 以延长其使用寿命 并支持本地制造 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独立报报道 OpenAI正在寻求与下一代能源公司达成协议 购买大量核聚变能源 以开发超人类人工智能 美国的Hellion Energy 可能为OpenAI提供几乎无限的电力 尽管这种技术尚未实现 核聚变被誉为清洁能源的圣碑 因为它能在不使用化石燃料的情况下生产能源 并且不会留下有害废物 尽管近年来取得了一些重大突破 但要实现大规模的核聚变仍然非常困难 OpenAI的老板珊姆 奥特曼认为 只有通过核聚变才能满足未来AI的巨大能量需求 他个人投资了3.75亿美元给Hellion Energy 而OpenAI的合作伙伴微软 也成为全球首家 与该公司签订核聚变能源购买协议的公司 Hellion Energy计划在2028年前 实现商业规模的核聚变电力生产 尽管一些行业专家认为 这一时间表过于乐观 如果成功 Hellion Energy将领先于欧洲 中国和日本的类似项目 实现商业规模的核聚变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